面混不要再蒸馒头了 教你个新作画 只用筷子搅一搅 出锅比面包还松软好吃 几分钟就搞定 盆中准备400克面粉 加入6克盐 2克五香粉 一包高活性耐高糖酵母粉 用它画面特别快 只需要晃3克就够了 搅拌均匀后打入一个鸡蛋 晃入葱花 胡萝卜丁 火腿肠丁 再加入300毫升的温水来和面 搅拌成光滑无干面粉的面团即可 盖上盖子 醒花到两倍大 看着面团花得多好 里面全都是小气孔 再搅一搅排出里面的空气 这样做好的面食 会更加松软好吃 电饼铛开小火加热 倒入面糊 用铲子按压的保厚均匀一点 再撒上黑芝麻 好看也真香 盖上盖子 选择烙饼键 等面糊凝固以后 拖起来翻一面 把两面都烙成金黄色 可以用铲子压一压 立马回弹 就可以出锅了 整个烙饼的过程 约用了8分钟 再切成自己喜欢的形状 就可以享用了 这样做好的葱花鸡蛋饼 蓬松轩软 又软又香 大人孩子都爱吃 做法还简单 收藏起来你也试试吧 装 曹 Mol